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距离中级会计职呈考试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众所周知中级财务管理考试计算题偏多 所以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会不定期的带大家做习题练习 这些习题练习在考试过程中都是会涉及到的考试内容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年金的计算题 看完整本书的同学可以知道 年金在考试过程中一定会有涉及到的 而且年金的计算在整本书的后续章节中都会或多或少有涉及到 来看一下年金的大体计算 某公司理购置一处房产 房主提出四种付款方案 第一种每年年初支付20万 连续支付14共200万 第一种方案属于先付年金限制 第二个从现在起每年年末支付22万 连续支付10次共220万 这是属于普通年金 第三个从第五年开始每年年末支付25万 连续支付10次共250万 第四个从第五年开始每年年初支付23万 连续支付10次共230万 第三种方案和第四种方案大家都可以看到 都是属于低延年金的形式 但是第三种属于普通的低延年金 第四种方案属于先付低延年金形式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区分 要求假设该公司的资本成本 也就是最低收益率为10% 你认为公司应该选择哪一个方案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四种方案中 可以计算年金限值 也可以计算年金中值 但是如果计算年金中值会存在一个问题 中值的时间截止点不一样 因为这里是连续支付10次起点为0 而这里的起点是从第五年开始连续支付10次 所以没办法比较 那么我们就只能采取年金限值的计算 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案的计算 年金限值P1等于20乘以 利率为10% 期数为10的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再乘以1加10% 相信这一个大家应该会非常熟悉 因为先负年金限值系数 等于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乘以1加2 也就是1加10% 先负年金限值等于135.1812 从下面这个时间轴上就可以看出来 由于是先负年金连续支付时期 所以是从零时点开始支付 支付了时期 那么可以数一下 总共就是时期 支付到第九这个时点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再来看 年金限值设为P2 由于第二个属于普通年金 所以很好计算 直接就用22乘以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这里的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利率照样为10% 期数也是10 等于135.1812 而从下面的时间轴上也可以看出来 对于这一个普通年金限值 它是从1开始支付的 一直支付到10这一个10点 所以算法就用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第三个方案 年金限值设为P3 等于25乘以利率为10% 期数为10的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再乘以利率为10% 期数为4的负利限值系数 这一个怎么理解可以看到 由于是递年的普通年金 所以说首先我们在这一个计算上面 把这后面的期数 全部计算到4这个10点 那么计算到4这个时代 4相对于后面10点而言 它是属于限值 所以这一个40点计算出来的 金额是25乘以利率为10% 期数为10的年金限值系数 但是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最后计算的10点是0时点 所以要把40点计算出来的 这一个值只是单一的值 把它折现到0时点 如何折现 前面这一个值再乘以利率为10% 期数为4的负利限值系数 所以这个4的10点的值 就可以折现到0时点 这是第一种计算方法 第二种再来看 把这个所有的期数都当成一个普通年金限值 然后再减去一个前面地延的47的年金限值 就可以计算出来 所以等于25乘以利率为10% 期数为14期 把这个前面的4期也包括进来的年金限值系数 由于包括了前面4期 但是前面4期根本就没有发生实际的值货 那么就要减去 怎么减 以什么样的形式加上来 就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减出去 这里是以年金限值形式加上来的 所以就要以年金限值减出去 再减去一个利率为10% 期数为4的年金限值系数 最后算下来等于104.92 其次再来看方案4的年金限值 设为P4 在这一个方法里面有两种计算 其实这一个不仅两种 有很多种理解 好 再来看 P4等于每期支付的是23 但是是每期期初支付 乘以利率为10% 期数为10的年金限值 这一个怎么理解呢 还是一样的 由于在这个里面支付了17 所以要把这后面的支付的 全部折现到4这个时点 而由于是属于先付年金 所以再乘以1加10% 那么这前面的一块 就是折现到4这个时点的值 但是这个40点 相对于0时点而言 还是属于中值 所以要把40点的值 折现到0时点 那么再乘一个 负利限值系数 这里乘的负利是由于 折现到40点的时候 只有一个值 所以一个值折现的时候 只能用负利限值 而多个相同的时候 用年金限值 第二种计算方法 等于23乘以利率为10% 期数为14的年金限值系数 但这个只是普通的年金 再乘以1加10% 那么这就是先付年金限值 由于在这14期里面 还是包括了前面没有发生的4期 所以以什么样的形式加上来 就以什么样的形式减出去 以的是年金限值系数加的 所以减去23乘以利率为10% 系数为4的年金限值系数 但还是前面的一句话 这一个属于普通年金 所以再乘以1加10% 那么这就属于先付年金 我们通过化解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最算下来是106.18 通过比较方案1到方案4的数值大小 可以看出应该选择的是方案3 104.92选择最小的方案 毕竟是购房 购房希望花费的越少越好 关注我们不迷路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支持